最近这不是到了复活节假期吗 佛罗伦萨就是一个字 到处都是人 人 人 出了家门口往老墙上一看 乌样样一大片 人头攒动 不得不感慨一下 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 温度突然就上来了 天也是出奇的蓝 市中心有很多这样的马车 半个小时大概是50欧 然后你就可以坐着马车 穿梭在城市中间 而且街头艺人 现在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了 网红冰淇淋店也是排满了人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佛罗伦萨终于 也要有乐高店了 这之前是迪士尼 然后后面倒闭了 永远都拍不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但真的随便从哪个角度 都很上向 好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进教堂 进教堂是不要门票的 但你看这个要门票才能爬到钟楼 排队的人也不少 教堂旁边有很多这种街头画家 然后出售自己的作品 把佛罗伦萨的艺术氛围瞬间就拉满了 我现在准备去家理发店 因为我又该剪头发了 我一般一个月就要去剪一次 而且我是那种 只要认准一家理发店 我之后基本都不会去尝试新的理发店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能减少很多沟通的时间 只要我那一做 他就知道我大概想剪成一个什么样子 因为在那个地方 我已经剪了有三年了吧 这基本来了所有伦萨都是在那个地方剪的 今天天是真的热 而且加上市中心人真的超级多 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燥 就很后悔没有穿短袖出门 没有穿了一个长袖就出来了 记住我现在的发型 一会就要变身了 到理发店了 理发的价格是10欧 今天老板还挺忙的 然后要等一会儿 这家店的这个大镜子真的是绝了绝了 我剪完了 你们看怎么样 新的发型 带你们逛一下意大利的义乌小商品城 这里面就是卖各种小玩意儿 现在是复活节嘛 所以很多是有关于复活节的一些小摆件小东西 这个店真的就有一种义乌小商品城的即视感 但是价格都不咋便宜 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又活起来了 就还蛮解压的 八张大的扑克牌要五欧 我觉得国内也就五块钱吧 你们看这个手指像不像你们给我点的赞 这个本子好春天呀 我还发现了竟然有这种陶瓷的佛像 这个小茶壶挺精致的呀 但这个价格12欧有点过分了 这家店是城里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咖啡店 现在橱窗里摆的有复活节的鸽子蛋糕 还有巧克力蛋还有巧克力的兔子都好好看 一直想做这个旋转木马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它其实可便宜了 好像做一次才两块钱 虽说国内没有复活节假期 但是呢也祝你们周末愉快